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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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单元第5个part 我们这个part 我们会介绍TI IQMath 在CCS的使用 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会介绍TI他们所开发的一个数学的函式 方便我们在做像定点的DSP的运算 或是用在服务点上面都很方便 那在这一个part里面我们会介绍 如果使用TI他们的IQ Math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先建立新的专案 那我们命名叫做Unit 10之一 那接下来各位同学要注意 我们要去TI的网站上面下载 叫做Ctrl Suite 3.3这个执行档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IQ Math的Library在里面 所以下载的网址在这个网址 各位可以去点选然后下载 然后一开始我们会建立空白的专案 就跟上次我们所提到的 你如何建立一个空白的专案 那接下来我们必须添加下面两个档案 那一个是IQ Math Lib.h 那这就是它的宣告的一些header file 然后至于去哪边添加呢 因为我们上面讲我们一旦下载那个执行档 安装完之后会有新装一个package 那package里面就会把这个Library这个宣告档放进去 所以一开始我是装在D槽TI下面 如果你们是装在C槽 就是C这个冒号斜线反斜线这样 然后去这个路径把这个IQ Math这个lib.h加进来 然后还有一个IQ Math.lib这个Library 在这路径也要把它加进来 那等一下我们在影片中会操作 知道如何去设定它搜寻的路径 同学可以照我们影片中所操作的方式 来照样的做 那现在我们把CCS打开 我们就开始执行 好打开之后我们会看见CCS的画面 首先我们就去档案那边 开启一个新的专案 那新的专案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Target 就是我们用的R802X Piccolo系列 然后Target看你是选择Ctrl Stick或是Experiments Kit 这两个看你要用哪一个 好你选择一个 然后你的Connection的仿真器就是 XDS100 B1 USB 好那你的档案名称 你的Project名称是Unit10 Unit10之1 好那我们开启一个空的专案 这个时候是开启一个空的专案 好它在创建新的档案 好首先我们开启一个空白的专案之后 我们首先来看这是空白的嘛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 我们这段程式码我们把它扣过去 好这段程式码 我们一开始我们用的档头宣告 好就是我们要扣这个IQ Math.lib Lib.Edge 然后把我们组程式码扣进去 拷贝过去 好贴上 我们看到程式码这个地方 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字横太小了 所以我们如何把字放大 我们去Windows下面有一个 Preferences 然后它的外观设定这边 这边有Color跟Fund 就把它选 那选择这一个TestFund 在Basic下面的 那个TestFund 把它点两下 然后把字体调大一点 看得比较清楚 调成14 字体就变得比较大 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这之前我们讲过了 我们这Global UnderscoreQ就是我们设定 我们IQ的那个分数部分的 Bit数 好这是面 这是组程式嘛 那记得我们要call这个 要include这IQ Max Lib 那这个我们回来 投影片看一下这个 我们刚才有讲说 我们这个程式有没有 有些档案要添加进去 那首先要装Ctrl Suite Ctrl Suite 3.3版 去这边下载 好我们看这网页 去这边下载 下载这个Ctrl Suite 下载完之后 安装就会有一个package 然后就会有那个档案 那我们就去入镜看看 在低槽TI下面 好Ctrl Suite 里面有个Libs 有个Math Math把它点进去 还有一个IQ Math V106 include 就把这个IQ Math IQ Math Lib把它点进来 那至于Library 就是IQ Math 这边 好 所以这两个档案分别在这个路径下面 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回到我们那个左边那边钻按 我们选择加入档案 就选到刚才的那个路径那边去 这个已经是刚才的路径了 就把它加进去 找回刚才我们刚才讲的路径 好我们把它加进来 首先是宣告档 IQ Math Lib 加另外一个Library 这一个把它加进来 好因为 我们在做IQ 数学运算的时候 我们必须 include它的 它是Q跟它的档头 好 那include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到时候正确 就可以正确的Compile 好所以来宣告编书 就是unscludeIQ SYZ这样 那这是浮点的宣告 浮点的变数 好所以我们首先 把A跟B都怎么样 宣告成浮点了 然后分别放入浮点数 所以 A乘上B就放在Answer 1 同样的我们把 A跟B 好用IQ 用它的TI的内建的方讯 unscludeIQ 转 转成S 这S是怎样 就把A的浮点转成IQ格式 Y也是一样 分别把AB转成S Y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 就用那个IQ Math里面的 乘法的公式 乘法的函式 这个函式 直接算出Z IQ和式的Z 记得最后把Z 再从IQ转回浮点 的符号 然后转出来结果 放在Answer 2 然后我们目的是 比较Answer 1跟Answer 2 的答案一不一样 等于说你把浮点数 转成IQ格式之后 在IQ的格式上做相乘 再转回 再转回浮点 来看看是跟直接用浮点 两个互相相乘 结果一不一样 好那这时候我们是来 来Compile 来Link 这时候出现这画面 代表我们忘记插了 我们那个硬体了 有时候你会忘记插硬体 那这时候 没关系 就跟他把硬体插回去就好了 它就出现 如果没有插硬体 就会出现刚才那样的画面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比较Answer 1跟Answer 2答案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代表说 我们IQ格式转的算出来结果 在IQ桶面相乘的结果 是跟 它的准确度跟是直接用浮点算的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直接 来Compile 我们直接可以看右上角 那个 那个Watch的那个视窗 就是你把你想要看的变数都 加到这一面 这一面来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 我们来 进去RUN的程式看看 一行一行RUN 这时候看到RUN到这行指令的时候 从他的Watch的那个视窗就会把变数改变 那Answer 1是放A乘B的结果是 我们现在还没RUN 等到你按 那个Step Over 就是按F6的时候 他就会执行这个指令 这一行程式 我现在做一个A乘B的动作 所以我们看Answer 1的指数会变 诶 执行后果然变 变8.58点点 就是直接用浮点两个相乘 接下来我们要把A跟B 目的是要把A跟B 转成IQ格式 然后在IQ格式上直接相乘 然后称完结果再转回浮点 看看这样的结果是跟 直接用浮点计算结果一不一样 这时候看到说SY都是怎样 RUN的形态 这是RUN的形态 它已经不是浮点的形态 两个相乘起来最后再怎么样 称完放在Z 再把Z转到浮点去 看看Answer 2的结果 是不是跟Answer 1的是一样的 所以一执行发现是一样的 代表说我们这IQ 这样的转换过程中 IQ没有做错 如果IQ做错的话 那你在这样过程中 算出来结果 最后结果一定是不对的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 地址所要表示 表现的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它的图形 或是看它的什么类的 可以去watch 这时候我们多加一个 C这东西 把C直接 经过IQ 直接 从浮点再转成IQ格式 我们来看看说 转成IQ的格式 跟我们之前 前几个part所讲的IQ格式的 分数表示法是不是一样 以这例子 我们65.125 转出来是0x412 0x412 0x412 所以现在看看我们假设 这样结果 C 我们用watch的这个视团去看 C的IQ格式的表示方式 是不是0x412 0x412 这样的东西 主要目的是要 显示说如何 把一个 把一个浮点 用IQ格式来 把一个分数 用IQ来表示 这时候 你看 就把C 转成IQ格式的Z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412 我们把这个 数值 现在Z算出来了 我们只要把它 表示成16净位的方式 看是不是0x 因为0x是代表16净位值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 数字 用16净位的表示 看是不是刚才讲了 0x412 0 现在把数字 输入进去 然后按这边 按16净位 然后按这边 国安是0x412 后面接5个0 也就表示说我们的确 在这边的程式的确把这个 分数 表示成这个形式 各位同学 我们刚才介绍了 如何用TI IQ Math 这个韩式库 所以我们知道说 传统我们在做 定点跟浮点之间的 运算的时候 是比较复杂 所以一旦有了IQ Math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用它的韩式库 把浮点转成IQ的格式 来做我们一些 浮点的运算 所以 往后 如果我们在做一些 滤波器的设计 或是像我们下一个 单元要讲的 快速浮点转换 我们也会用到 像这样的一些 Function 来帮助我们做 浮点跟定点的转换